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路 今天和大家去到Birmingham 一个比较多香港人喜欢的地方 就是Soliho 要看的发展商就是Bellway Soliho这个地方效网都挺好的 亦属于一些有钱的区域 所以多香港人会比较喜欢这一区 Sales 都说了已经卖了很多给香港人 而在我看楼当日 前面也有两家香港人在看楼 不过我自己的意见 我就不太喜欢这个Size的楼 至于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慢慢看下去就会知道 今天我们看的单位 是属于一个Apartment的示范单位 这里就是它外面的走廊 都拍一拍给大家看 因为都比较少看Apartment 亦有很多观众问买不买Apartment好 我自己的意见Apartment就真的不好碰 另外这些Apartment如果要泊车 就像他们这样泊 每一个单位就有两个Fix的位置 是给你们泊车的 由于这个是第一个Face 第一期 所以这些泊车位是没有充电的 之后你将会建的Apartment 外面这些泊车位 是会有一个充电位 给一些电车去充电的 当然就要付钱了 屋外的环境就看完了 我们准备进去看示范单位 进来你会看到这个走廊有些信箱 就是给大家收信 它这些Apartment通常都分左右 你看到这只门就通去左边两个单位 另外那只门就通向右边两个单位 所以一层就会有四个单位 而我们今天看的示范单位 就是属于两房的示范单位 实用面积就是645尺 进去之前我们可以先看看Floor Plan 这个Apartment就是属于List Hole的物业 要付一个Management Free 管理费是284磅一年 除了这个Management Free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Surface Charge 这个Surface Charge是1280磅一年 而它那个卖价就是26万英镑 大家可以看看这一间房 其实都挺小的 不过它的楼底也不算特别矮 那就没那么压迫 不过住Apartment最大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就是隔音的问题 有时候隔音差度 楼上骑马你都听到 所以大家真的要三思 了解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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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